首先有請本回顏值擔當 人稱小旋風的林志穎 阿娘喂 我就問 47歲孩子般逆臨童顏 林志穎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的路線 究竟還有誰能超越咧 9號 狗仔哥哥路過內湖 XPL旗艦店 看到林志穎的愛車 特斯拉Model X 就停在門口閃閃發光 果不其然把視線移動到內場 發現本尊正在如火如荼的 進行拍攝工作 他再三拿著平板確認過流程 負責到底的敬業精神 噓 不要問你會怕 欸 巴特怕的應該是 現場龐大的工作人員 欸 沒有啦 林志穎好歹也在江湖走跳30年 工作起來 匆匆融融 游刃有餘 這裡跟各位掛布景 他的專業絕對是無人能敵 還能讓全場的工作氣氛 維持在一個非常舒服和諧的狀態喔 自己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過得開心快樂 最重要 當志穎的眼睛蜜著笑 志穎的微笑PK王欣霖彩虹的微笑 同樣都是大家的青春 最後會是誰勝出呢 歡迎光大的網友們踴躍留言 安撫內心笑露亂撞的心跳 再次跟過去那些美好的回憶 say hello吧 有有有 公仔哥哥先投降 他不打烊的招牌笑容 還有熱情的揮手手 實在是太太太犯規 舉手頭組全都是巨星風範 阿姨都在螢幕前鬼嚇了 等到任務大功告成 就可以光榮退下低調當個角落生物滑滑手機 欸 就在此時此刻 我們把焦點focus在另外一位陽光男子的身上 笑死 原來林志穎的3D林志興也是主角之一啊 這兄弟合作無間聯手搶錢 大拔大拔的鈔票通通給他賺進口袋裡 西刊背板上寫著簡體字不用解釋 就知道他們的事業版圖遍及全球市場 林志穎開過的公司啊 舉凡科技 攝影以及賽車類 他幾乎都參與過 這幾年還一腳踏進建築業 以董事的身份加入溥役建設 老早就建立起自己的多重宇宙啦 做任何事情都點點滴滴 都很容易被人家放大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當一個平凡人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願望 但是我想這一輩子是不可能的 就在老了以後我想人家還是會記得這三個字 娛樂棟新聞 不忘我 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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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